短兵器的一种 它是在练好太极拳的基础上 与手眼伸发布的协调结合 能把手臂加长结合伸发 把静力要运用到 继续借助剑日的锋力 你把东西批开 既需要锋力同时需要从身体上传统出来的力量 所以说你看刚才刺完之后 刺完之后就有剔 有的它的一剔我一看见见尖都下到那 这什么脸都不剔皮了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最后感觉的发力的部分 发力的部分 要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另外一个 咱从浅了往深了 这都是基本的 你看单式的 从单式弹子 不同部位需要不同的这种 注意的这些卵 另外一个 就是身后 你看刚才咱竟然说到这个 运键 在运键的时候 你看刚刚的呼吸键的几乎 大多的整体来看 这个吸法基本还可以 但是有的就是这个 键 呼吸键 呼吸键 就保护锡的 这样的根性 跟它一定要一致 要合一 你要从这个 这个刺完 在开始 上 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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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相当于一种手臂的延伸 任何气节都相当于手臂的延伸 既然说手臂加长了 你想那对身法的要求也就提过了 所以说练气节 为什么说上去你要先练基本功 先练这个传法 然后再去提 就是因为气节其实是 借助这个长度的延伸 其实无形中对你的身法提出要更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像在我们老家的 大家都知道扎扎实实 认认真认真地练一面单见 别看就三个来中 比练一面老家一路还累 这个但是 所以从这一点的话 比如咱再高一点要求说的话 像刚才我看到大家那种 比较平淡的那种身法 就体现不出来这个 就估计一边下来 不会太累 但是说你要想体现出那种身法 你比如有几个身法的这种变化 你像这个 这 开始上步 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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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大量 我一看 这重心还是往后走 这一个的重心也不对 然后再一个这种身法 完全这都没有达到要求 这种身法应该怎么样 像那个高灿马的那个转换一样 我们到这儿 这个后一点是给我把它脚摆 摆 然后重心再回来 这种身法 帮你这个冰箱的下来 这个身的手握起来 就往现了 这种手握起来 这种手握起来 吃的劲儿 能认识啊 这种手握起来 莫莫香气先 动作 倒了再来 嗯 嗯 嗯 你看这里这种 这种高低的这种起伏 这种这种身法 它对身法要求其实是蛮好的 你要想 嗯 你想就是说了 你不能说光 到时候光能按照树双席 你去给它简 来介绍这个箭的风格 要要多少少要去尽量的 尽量的尽自己最大的目的 去体现这种 用你的肢体语言来体现这种 尽量的风格 嗯 所以这段 嗯 就刚才 说的那几个 其实 大家都 都 有一进行的 然后 反正说到这儿了 这段咱看来 是有必要 做一下 表手的书写 啊 所以我就把 刚才 一个是刚才看到的 纪念 都是 动作大家的都会 包括我相信 也都按分解的走过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加强一下认识 这样对于咱 就说 往下的学习会有好处 要不然我上去我也不管你第一段 学得怎么样 从路往往走的话 嗯 往下反而对我来说 能教的难度反而增大 我不如还是 带大家把这个 先再复习一下 那这样下面 来场地关系嘛 第一段 嗯 再按照 按照这种 求定 我再点一些要点 还要按照两组 一个组 跟着我再练一组 好吧 练一组 然后再重点 再提论一听那些 就是我刚才强调的那些 你再干什么 行吧 来 抓点时间 带来 来睡觉 刚才大家发现 在开始之前 先跟你说点点 免得到时候 嗯 后面我就不用再说了 你记住 整个里面 就第一个鞋被扔直了 后面全是鞋了 所以 这第一个 就这个一个 这就是它的特殊性 这就是它的特殊性 这就是 这就是这都老实了 那就是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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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 那是 有一 这就是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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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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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